天氣冷嗖嗖 大家都有感 浴汗工作做好 穿上衣服 還有的戴起帽子 避免寒氣入體 從中醫的角度來看 保暖工作沒做好 就可能會對身體產生負擔 甚至出現一些病症 寒氣進入到我們的身體 它其實有分好幾層 那第一層就是在我們的表皮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稍微有一點點感冒的時候 你會發現頭好痛 筋骨痠痛 這些的都可以 為了防止身體出狀況 醫師建議從日常做起 其照保養小撇步就能抵禦寒氣 包含穿衣保暖 早點睡覺 曬曬太陽 還有適當的以溫熱水泡腳 減少足部冰冷的感覺 再結合穴道按壓 都能有效阻止寒氣清體 那你只要腳是冷的 或者是濕的 你就什麼 你就不會覺得暖和 所以要穿襪子最好就是 能夠有一點吸汗吸濕的 然後保暖的 在晚上的時候睡前可以泡腳 泡個十分鐘啊 但是不要泡了 哇 全身熱汗淋漓 那風一吹又搞冒了 所以稍微有點出汗就可以 除了從日常保暖做起 飲食方面也不能輕忽 多吃黑色食物能夠保養腎臟 像是黑木耳 黑豆 枸杞 或是烏骨雞湯等 日常飲食中也能加入蔥或漿 更要注意一些禁忌的舉動 我有遇到幾個患者 他體質比較健壯的 也是一樣 冬天一樣喜歡洗冷水澡 但如果說年紀大的人 或是有一些像是我們婦女 容易有月經還不舒服的 你就盡量不要碰冷水 天氣漸漸變得越來越冷 從基本的保暖工作做起 維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才能健康安心的度過冬天 八大新聞選手王明賢 台北採訪報導